说起应彩儿,我想很多人是不陌生的 在很多人的印象中,应彩儿是一个大大咧咧,性格豪爽的女汉子 她最换的声音也成为了她女汉子的典型特征 可以说,C周到以来,应彩儿一路的演艺事业也是顺风顺水 想讲于事业上的成功,应彩儿在感情方面正是限差旁人 都知道应彩儿的老公是陈小春 而人印象最深刻的应该是她在《苦惑在》系列电影中 所饰演的《山鸡哥》这个角色形象了吧 一脸的黑社会老大模样 浑身散发着无人敢语的脾气气 不过谁能想象得到 现实生活中的陈小春与山鸡哥的形象相距甚远 自结婚之后,依然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的形象 要知道的是,陈小春在遇到应彩儿之前 她身上确实和她当年所饰演的山鸡哥有相似之处的 13岁就辍学了她,干过许多杂活,扑过地板,干过装修,搞过理发 可以说,当时的她人生就好像一场戏一般 而她身上也散发着一种玩世不恭的感觉 脾气之气也是展露无依 当时她在《古惑仔》中的表现也算得上是本次出演了 剧中她塑造的山鸡哥形象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入人心 估计也和她本身的经历也是密切相关的 然而在遇到脾气同样火爆的应彩儿之后 陈小春反倒变得温顺起来 她曾经回忆到,因为我是一个不爱笑的人 所以见到她很有感觉 我还从来没有见过谁比她更爱笑的呢 而这估计是爱情刚开始的苗头 事实上对于感情这块,很多时候是男方各位主动 可这方面应彩儿却全然成为了空话 要知道,当年25岁的应彩儿就曾霸道说道 如果她两年内不娶我,我就硬嫁给她 可以说在感情中这么好爽的女人还真是少见 不过事实证明,应彩儿还真是独气慧眼 虽然陈小春足足比应彩儿大了16岁 甚至脾气也是相当火爆 可自从两人走入婚姻殿堂之后 陈小春不再是当年那个脾气暴躁 会摔话筒暴怒的力气男人 仍然变成了疼爱老婆的好丈夫 英才儿更是被宠成了公主模样 两人对儿子陈皮的长相 也是遗传了两人的精英 长得也是相当帅气 在此也祝福这一家子能够长长久久幸福快乐 这一家子能够长久幸福快乐